重新粉刷牆面 内部整理过后 即将要迎来大学新鲜人 传统上铺行事 下方是书桌以及衣柜 大家得要一起生活 更要使用公共空间 想要自己的隐私 恐怕通通都没有 不过近来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 宁愿选择住学校宿舍 就住在校园里头 随时要赶上课相对方便 不过大部分的原因 依旧是这个 如果真的平均下来来看的话 其实每个月平均下来 其实会差到四五千块可能有 经济其实就没有到那么 能够负担那么重 所以其实一个月可以差到三四千块 对于学生来讲 其实会印象蛮多的 一个学期比起外面租屋一个月 经济压力没那么大 再加上学校有开放 暑假期间继续住宿 方便中南部的打工学生们 只是六个人住一间 常常小心节也就这样产生了 但都是小事 因为光是租金还有安全性 就能让家长放心不少 今年以台北的文化大学为例 申请住宿比起以往都来得更加踊跃 符合宿舍申请条件的学生 他的申请的比率比过往 其实还要来得更高一些 那我们相信是因为来自于 全台湾各地的一个家长 对于孩子第一年要离家 他们比较希望是能够住在学校 能够协助的一些的地方 然后在二年级开始 我们也想到未来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在这两年中间 我们其实跟我们附近的房东 特别是优良房东 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不仅有校内的宿舍 还跟外部合作 只希望供应更充足的床位给学生们 因为进来的这一份数据报告 的确让不少学校担忧 是否会影响外地学生的选择 暑假结束了 就要准备开学 但对部分学生来说 除了学费之外 在生活上还有另外一个负担 就是房租了 而最近内政部来公布了 房租的数据发现 在台北市最贵的 竟然不是在大安区 一个套房最贵地区 其实是在内湖 一个月要价两万两千块 第一名学区就在国立系曲学校 康宁大学德明科大附近 第二名则是在林口的 省无科技大学周边 第三才是台北市信义区的 台北医学大学 而最便宜的房租则是在苗栗 仁德一专 玉达科大学区月租三千块 就能租到一个房子 而且像是想挤进一级学府 台湾大学独立套房租金 开价都要破万 甚至来到一万八千多块 想要到北部读书 租屋压力真的爆表了 两年前跟两年后的租金 大概平均幅度差20%左右 对像以分租套房来讲的话 两年前大概一万块上下 现在大概基本上都要一万二左右 对那像一些独立的套房 那价位又比较惊人了 大家都会去参考 因为其实现在资讯蛮透明的 其实网路上的一些租金行情 跟大家周遭邻居怎么租房子都看得见 后面他发现邻居最近拿出来租房子 已经可以租到多少了 就会开始蠢蠢欲动 如果想省钱 房仲也建议可以选择四楼以上的房源 或是亚房价格相对便宜 溢价空间或许能稍稍多一些 房价租金掌声四起 上班族同样也受影响 想要拥有生活品质真的不容易 面对居住正义 恐怕不是只有一般民众期盼得到 好不容易考上上网的学校 结果第一关住的问题 负担却越来越重 TVBS新闻 红富华鞋轮台被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